刚刚同学的问题牵涉到叫做overfitting 另外一个要讲的是cross meditation overfitting中文叫做过失现象 它的fitting有人是叫什么调适之类 有人是叫做拟合fitting 过就是过度 然后把它写成过度拟合overfitting 你针对这一组data研究的太详细了 太透彻了 然后它有些杂讯你把它当做真的分布 结果你另外拿到新的data的时候做来做的时候 结构没有那么完全一样 预测的结果就不好 他们参加比赛的经验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队伍他自己的那组data 他自己知道答案的那组data 他做测试做的太多次了 做的测试太好了 准确率太高了 可是就是因为他对于那组data里面的 精细的结构那些分布 都已经feed的太完整 可是你真正拿到一组新的资料进来测试的时候 要给你真正的算分数的评分的比赛的时候 它的结构有一点点不大一样 你的准确率就下降 是这一个问题 他说 这是wikipedia里面找来的 对于机器学习很重要 在学习过程太久 学习过程太久 就是你feed太久了 或者是你范例太少 你的x的那个input的数字太少的时候呢 预测训练 训练 你的训练的结果表现越来越好 但是呢你用在新的未知的资料呢 表现就变得差了 等一下一个图给大家看 那么在统计学还有机器学习当中呢 为了避免这种的overfitting的现象呢 就要用额外的技巧 例如第一个提早停止 第二个交叉验证 这两个都是我们在用的方法 以指出何时会有更多的训练 而没有导致更好的一般化预测 我们先来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这一组资料 比如说我们有150笔的鸢尾花的资料 然后呢这是我们知道答案的 我们知道它的x也知道它的y 然后呢我们要根据这一组资料 训练出一个model 一个AI的model 然后去做inference 或是做prediction 那真正呢我们要拿去应用的时候呢 是一组unknown的data 我们不知道这个data究竟结构是怎么样 那我希望我下一次进来的时候 我每次预测都很准 这个也像那个自驾车 那个自驾车 它看到little上面的每一个flame上面的东西 它就要马上预测 这个是人 这个是汽车 这个是脚踏车 这个是马路 这个是绿树 然后这个是斑马线 这个是分隔线 分隔岛 通通都要预测 就要判断 判断完了之后呢 它还要预测这个 这个车子往哪个方向移动 它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这个人是横的走还是直的走 脚踏车都要预测 那这个对它来讲 它遇到的都会是新的东西 好都是圆尾花 但是这里面的结构可能不大一样 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unknone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真正有的资料就只有这一块 只有这一块资料 150个鸢尾花的资料 那怎么做呢 切开来 切开来 它做做叫做验证的sample 比如说这边是150笔资料 那我切开来 比如说切成五分 这边有30笔保留的是验证的资料 那中间有120分是训练的资料 所以我根据我的这一个 对于这120笔呢 做训练 训练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你的W跟B的数目字 然后呢你再用这一组的W跟B的数目字呢 用这个呢 来做验证 这样子 所以这基本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 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新的资料的话呢 你就只好假设你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切一部分出来 切多少你自己决定 那我临时跑了一个Data 这个Data呢 然后分成两份 蓝色的是training set 横轴呢是训练的次数 然后呢 横轴这边是training set 这样上来 然后呢 橘色的是validation 这样上来 这个是它的accuracy 准确度 就是training set 蓝色的准确度呢 从80%左右一直上升 然后次数越多 它的那个准确度越高 接近到1.0 就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每一次在这边的训练完了之后呢 我马上拿剩下的那些validation的那个验证的来验证一下 所以就会得到这条橘色的线 你可以看到这个橘色的线它在上升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平了 它并没有真正的上升上去 所以它过了这个点以后呢 就已经是叫做overfitting了 你的训练的资料准确度一直上升 但是你的validation的验证的那个没有上升 这边已经开始说有这个overfitting的现象 那如果看那个loss function 就是那个error 错误有多少 错误呢 你看training set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到这边还是一直下降越来越低 就是你对于这一些 比如说圆尾花的120个training beta 做了很详细的训练 训练了以后呢 你去测试另外那30个的时候呢 它的loss下降之后呢 就开始降过来了 并没有明显的在下降 这边就是over training overfitting的造成的现象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dataset 等到我们有了比较复杂的dataset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我们有了复杂的dataset以后 再做一次会得到这样子的现象 像那个C810 那个C810的那个十种物件彩色图片的验证 就会有这个现象 你的那个error function the loss function training set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但是你的validation set下降之后呢 结束了反而上升 反而上升 那你实战是用哪一个 你真正出去打仗 你真正出去的自驾车 在马路上开车 是用哪一个 是用红色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你希望的是红色这个越低越好 因为你红色的就要真的开车到外面去的时候 底下这个training呢 是你自己家里 你有一个练习场 你在那边把你的自驾车在那边练 练来练去练很久 真正重要的是这个validation 所以这个validation很重要 你不能让它这样子 让它这个产生恶化 这个是用数学的那个点 二度空间的点来描述overfitting 红色的是我们的data 那红色的data呢 我们希望做一个curve fitting 正确的fitting的答案应该是这条绿色的线 是一个很简单的平滑曲线 结果呢 那你用了一个model 一个AI的model 太复杂了训练太久了 结果就变成蓝色的这条线 它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其实反而不是正确的 你用这条绿色的线做两边的分界点 上面跟下面分两区的时候 那个用绿色的线会分的比较好 你换成用蓝色的线的时候 你拿去做validation 或者做prediction 就会比较差 这个是一个用几何图形的验证 或者是这样子 你有两组数据 一组是蓝色的 一组是红色的 那你要把蓝色跟红色呢 做一个分隔 你的分隔的线呢 照到你最好的是这条黑色的线 大致上把蓝色跟红色都分开来 你拿这个当training的结果之后呢 你去到实战的场所去做prediction 效果会比较好 可是呢 你对于这一组data呢 你研究的太久了 花了太多时间 然后结果做出来的线呢 你得到这条绿色的线 它绕过来绕过去绕过来绕过去 你的目的是干嘛 是把你的那个training的结果的蓝色的 通通包起来在上面 然后红色的呢 通通包起来在下面 这样绕来绕去 你到最后会得到这条绿色的线 这就是overfitting training做太久了 效果就会不好 真正做prediction的 你出去应该希望的是这条黑色的线 cross validation 中文是交叉验证 是一种统计学上将数据样本切割 切割成较小的子集 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一开始的子集呢 较为被称为训练集 而其他的子集呢 则被称为验证集 或者是测试集 validation 交叉验证是在训练阶段 定义一组用于测试模型的数据 减少过度拟合的问题 就是减少overfitting的问题 这边有三种方法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是在做AI程式里面常用的方法 因为大家必须根据你手里有的资料 然后去猜测 猜测你将来会看到什么资料 比如说我们这边总共有一百 哇一百五十除以四很困难 那我讲多少勒 两百好了 假设我这边有两百笔资料 那我们k4的cross validation呢 比如说我们取一个k叫做4 那就是说我把前面四分之一当做validation 后面四分之三当做training 所以后面的四分之三先去做training training好之后呢 再拿这一个来做validation 来看一下它的准确度有多少 这是第一次的实验 所以我们k等于4的时候呢 做四次的嘛 所以我叫做四个实验 第二次实验就是用中间的四分之一当validation 然后其他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是做你的training set 第三次实验的时候 我们第三个block做validation 然后另外这边呢是做training 那第四个实验呢 是最后面的四分之一做validation 然后前面呢都是做training 好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 这个有问题在我们的iris data set 里面就很明显 因为我们的iris data set 它是前面50种都是一样的 然后中间50种是一样的 后面50种是一样的 所以你每一次做出来的结果 应该差距就会很大 那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呢 就是下一个 random sampling 比如说这边有200个data 你还是用4次k等于4 但是呢 你第一次取得50个点呢 是这里面random的取50个点 然后取完这50点呢 红色的部分呢是做validation 黄色的是做training training完之后再validation 这50个点呢 用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第二次实验 你另外选50个点 当做validation 这是第二次 然后这个第三次呢 你另外再选50个点 做validation 然后第四次实验呢 你把最后的50个点 当做validation 所以你在选50个点 所以你在选50个点 你必须要random的去选 你会说这样很难啊 怎么做呢 他程式的帮你写好 他做的第一步呢 第一步是什么 洗牌 就是他把你那个sample 当做扑克牌 比如说你有200个圆尾花的资料 他就给你编号 1到200 然后他把当做扑克牌 然后在那边洗牌洗牌洗 洗牌的时候洗完就乱掉 乱掉的时候呢 他再开始拿前面50张 然后中间50张 第三个50张 第四个50张 然后这个 他再把那个牌的号码 再给你原来的data 再对起来 再提供给你去用 好 所以 这一个是最常用的方法 那我也建议 我们去参加比赛 也用这个方法 你要data 给他洗牌一下 洗得比较乱 乱了以后呢 你再做 crossvalidation 好 最后一个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就是说 你的validation 的data 一次只有一个 一次只有一个 所以 你有200组data的话呢 你这边 第一个data 是validation 剩下199 是training 先做完training 之后再做validation 接下来 第二个实验呢 你把第二个data 当做validation 第三个实验呢 你把第三个data 当做validation 第200个实验的时候 你把最后那个 第200个data 当做validation 这样子 每一次validation 只有一个 好 那同学 你刚刚这些讲义 有兴趣的话 你去看这个地方 reference lecture 13 cross validatio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analysis Ricardo Gutierrez Osuna Texas AM University 你去看一下这个 你去网路上搜寻一下 就找到了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code 这个iris 这个data呢 我们做 cross validation 我们需要的是这一个 function model selection 我们要k4的 这一个函数 有了这个函数 就可以做刚刚的事情了 就可以帮你洗牌 洗牌是要给你切开来 好 我们这一次是把它切成 十段 150个data切成十段 每一次有15个是validation 好 另外135个是training 这个是网路上找来的 网路上的 CiteKeyLearn model selection的k4 k4的呢 他问你是k4的 cross validator 交互验证 number of split 你要分成几个 然后shuffle shuffle就是洗牌 你要叫洗牌 第一个呢 split number of fold 你要分成几群 那default是3 他说你最少要是2 他说0.20版本呢 是3 然后在0.22版本呢 就会变成default default就是预设的 shuffle shuffle 就是说你要不要洗牌 把那个data搞得很混乱 然后接下来再来分这些不同的群 好 这些就是我们的旧程式 read啊 然后x跟y啊 然后这是one heart encoding啊 这个都交过 然后这个是model 这个中间增加了一个layer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然后这个是他的 这个是model summary 有三层 165个参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fold number 是十分成十群 kf呢 我们就叫那个函数 kfold under split呢 就是十 这边是十 random state你可以自己换 你可以自己选 然后你不用也可以 你不用的话呢 他就会用真的是random 然后shuffle呢 是true 你要给他洗牌 洗牌呢 然后你就开始get 你要under split 你就开始真正做这件事情 做了这个事情呢 你print看一下 是10个12shuffle 这个training的index 跟testing的index 在这个里面 他就是照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比如说你有1到150个data 他就给你一个编号 从1到150 然后呢 他就把这1到150这个编号 在那边洗牌 洗牌之后呢 开始切 每一次切十分之一 就是15个 他就给你15个编号 是index 然后根据这个index呢 你就可以回去叫你的data 所以他给的只是index 比如说你training 他给你这么多是135个 这个testing呢 是用这边的12345678 9101112131415 15个这是你的testing 然后这个呢 是第一组 这是第一组 然后呢 你那个程式里去跑一下 你往下滑 他把你十组通通列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根据这一个 去做你的AI的实验 那你分成十组 你就要做十次 对不对 做了十次 你看看这个十次的结果好不好 那你做十次的话 你就要有个do loop了 这边就是do loop 这个是python的写法的do loop 在这个split里面总共有十组 他就做十次 这个score呢 是评分 他要看看你的准确度 这十次的评分是多少 他把它记录下来 到最后画一个图 统计一个数字给你看 然后从1开始这样算 然后training testing 你看他把这个index送进去 index送进去 y也是index送进去 index送进去 index就是那个编号 1到150 弄好以后呢 这边有个model 然后model开始做training training 做APOC100次 然后batch size 也是一样是5 然后做出来呢 就model evaluate 你的training training 送出来是多少 还有testing的data 做evaluate 看它的准确度是多少 这两个呢 就可以看出你的准确度有多少 然后接下来就是列印print 把你的准确度列出来 所以你这个fold呢 1234567890 你的training的准确度 第一次的时候是0.98 test是1.00 那第二次的时候呢 training0.98 testing0.93 所以这个准确率呢 会受到你data的影响 并且我们这个data的size又蛮小的 所以这边波动其实蛮大的 那这个呢 就是用来做close remediation的方法 大家回去练习一下 最后一个平均的准确度 平均的准确度是0.967 加点0.033 这样子 一个报告出来 好